诶 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啊今天是2020年4月3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啊在传统的金融世界里啊星期五呢 就是一周交易结束了一周市场要休息了啊他把它叫做周末但这个对于我们身在数字货币市场我们叫做币圈的人来说啊是不存在周末这个概念的啊 我们照样继续我们的闲聊吹牛逼啊 这个金融市场啊我们讲是瞬息万变啊瞬息万变经常会发生很多大事啊但是呢也就这两天啊也是发生了很多大事对市场来说是大事但跟我们plus token关系不大我们也就当着没什么事 但是这些事我们不知道的话啊我们 就都对自己生存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啊就缺乏了解啊 总以为我们是一片孤岛啊我们是不是一堆神经病 那那些人看我们笑话的人难道他就那么理直气壮吗啊 我想说是错误的啊不要怕被无知的人啊有任何的无知的人的嘲笑都可以忽略掉啊 那么既然是闲聊啊吹牛逼啊就有啥说啥没啥也就瞎扯一点啥呗 呃刚才我是偶尔被别的群发现这个节评挺有意思的啊 呃在我一群里面呃 这个内容可以用两个字啊比较流行的来总结叫啥就是豪狠太他妈豪狠了啊 他说什么啊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要把这形形色色的交易所什么都取消掉了才会发行 哎呀我本来啊对我们 大天朝的呃任何的官方的话语我们都是保持沉默但是保持沉默不表示我们就表示认可啊 那我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你把这些都清理掉了啊我们说过水质清则无语你把这些交易所都清理掉了各种你认为是什么垃圾毕业好空 Gb也好啊充气量都算是商品的比特币都取消掉了那你搞那个你的央行数字货币干毛啊 那你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出生的需要需求吗 你就搞出来了有人去玩吗 对不对 这个市场啊是你情我愿的是互相依存的啊不是存在着你把这 还是那句话啊 你把水的搞那么清澈了啊这是一条鱼都没有了 你就自己生活在真空里面了啊你再豪横有屁用啊都没人给你鼓掌喝彩都没人看你一眼了连翻白眼都懒得理睬了是不是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啊我们局部空间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很好的很好很很霸道的一个空间里面 之所以好很之所以霸道啊 其实就是一种无知啊 我们也不好意思说这些官员无知其实他懂得挺多的啊 不该懂得懂得可能比我们还更多一些啊 就是他的认知啊 偏离了我们的利益诉求啊 我们也这么说吧 这个市场并不是各说各话的啊 不是各说各话的 我们讲天地之间有个字叫道啊 什么叫道啊 天地 宇宙 社会 人类 他能够生生不息的在运转 他是有一些东西 在里边啊不管你承不承认 认不认可 他就是按照那个游戏规则在进行着的啊 你把这条路堵死了 别人会从另外的旁门走道冒出来 你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了 就会有聪明人想出五花八门的招数来破解他啊 比特币就是破解这个整个啊 从一六几几年啊 到这四五百年 这么一个传统金融体系啊 一个根子上的问题啊 当然是根子上的问题 这问题很严重 他一个进入币圈的人啊 你你就算是你刚开始接触就最正宗的啊 被认为被认可为啊 最正统的就是说你去挖矿挖比特币 其实你心里面都在打鼓 因为这东西叫币啊啊 这币是啥东西 第一反应币是国家发行的才能叫币啊啊 没有国家权利背书 没有国家许可 你的东西始终是在法律的边缘 对不对 那么比特币走到现在 只是因为从技术上 国家把它没办法而计 如果有办法 我们说 这些央行这些官员恨不得都穿越到十年前 把比特币 把周末虫掐死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技术的产物啊 他们也被迫的承认啊 消灭不了 那这两天有个啥大事呢啊 第一件就是昨天晚上 有一家叫瑞幸咖啡这么一个公司啊 炸雷炸雷 瑞幸咖啡 我好像跟大家很早以前提到过啊 瑞幸咖啡是个奇葩公司 怎么个奇葩法呢 首先呢 这个公司 从他成立到成功的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挂牌交易啊 仅仅用了18个月啊 这是创了记录的 为什么能创这个记录呢 我们先讲这个上市啊 每家交易所 都有详细的上市规则啊 你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能上市 而纳斯达克呢 被称为是美国的创业版 是200 他的要求呢 要比这个主板 比方说 纽约交易所吧 啊 要求要低 我们中国也在搞创业版呀 中国的主板是深交所和护交所嘛 啊 现在也在搞什么三板 新三板啊 之所以有主板和创业版 或者厂外交易的说法啊 纳斯达克实际厂外交易 就是他的要求 门槛要稍微低一些 但低 不是说就什么公司都能上的啊 嗯 就按中国和美国为例 他的主板呢 对一个公司能不能上市 首先是有 业绩的要求啊 最核心就有业绩 你的挣钱了 你才能发行股票 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呢 什么叫上市呢 上市就是把你的公司 变成个公众化的公司啊 你本来你这公司是 两三个人的家族公司 或几个朋友的凑了股的 那你要上市之后 你的股票 对全世界的公众发行 那么有什么东西 你面临什么问题 你就有可能骗大家 对不对 你搞的公司 你是知根知底的 那你要上市 意思是要让大家来投资你的公司 成为你的股东 那你这公司值多少钱 想用什么价格卖出去 这个就有第三方除棉了啊 这个第三方就叫证监会 证监会按照的法律 审核你啊 符不符合上市的要求 那么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啊 美国人啊 一直是很有创新精神的美国人 大概是在1978年搞了一个NASDQ NASDQ 它的原名叫什么 全美证券交易电子系统啊 最跟主板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你不用有盈利啊 你这个公司是合法的 有流水就可以上市 正是因为有有这个美国的创业版 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高科技公司 啊那些公司没有盈利的时候 觉得这是个好生意 那么很多人也有了个风险投资的概念啊 就是我愿意 我把钱投给这个比尔盖茨 我投给这个杨志远 我投给马化腾啊 赔了我就认了啊 但是你要让我主板上市啊 不是你要让我这个叫创业版上市 因为这个公司上市之后 对这个公司来说 他的股本扩大了嘛啊 他就是个融资手段 他有钱了 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啊 如果是震惊的想干事的公司来说 上市对他作用是这样子的 那对于投资他的人来说呢 就有一个叫退出的渠道啊 退出的渠道 什么叫退出啊 呃 这是金融术语 就是我投到这公司 我成为股东了之后 我的利益怎么变现 啊 比如我 我叫孙正义 我跟你马化 我跟你马云投资了2000万美金啊 成了个阿里巴巴 我这个2000万 我是期待他将来变成两个亿 二十亿出来呀 那个最最直接的一个退出的方案 就是让他上市之后啊 那股票涨到那个价格了 我把他卖掉 这是一种方案 还有一种 他上不了市呢 过两天又出现一个 啊 江某人啊 江某人是支付宝的一个股东啊 我说的谁 大家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别别瞎就别问啊 有来个江某人 这个大股东 哎呀 觉得你孙正义啊 你日本你滚吧 我怎么中国人玩啊 反正我有办法收拾你啊 把你空东 反正 当然官方就说 这个友好的谈判啊 孙正义的股价啊 2000万 以作价两个亿 卖给了江 江公子 这也是一种退出 知道吧 就在股权置换啊 股股股股东变更 就是先头的人 把他的利益就兑现了 达克 就是门槛比较低啊 那么后来中国也招毛划虎的 中国为什么要招毛划虎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好的互联网公司啊 不管是早期的新浪搜狐网易 还是后来的这个阿里巴巴啊 还是马化腾腾讯啊 大家发现他全在海外上市的啊 那些早期投资的人赚了盘满钵满 而且公司这些公司从法律上都成了外国公司了 明明是中国人创造的 主要营业也在中国利润也在中国的 怎么赚便宜都成国外的 而且这公司的税收 哎呀也 也躲掉了 啊 那么中国政府一合计 我们也搞创业班啊 是不是啊 现在还在搞的过程之中啊 那是对这个从监管方和这个创业一方 那么我们专门讲对投资方来说啊 什么投资我们就简单讲 狭义投资你用用钱来挣钱的 最流行先不讲股权投资吧 我就来看你这个孙宇诚小伙子不错 挺聪明的 没钱不是啊 我有钱啊 给你两个亿 你搞个币啊 你搞个公司啊 我们在 你怎么那大个上市啊 这这这个 整个故事是这么讲的 那么中国人呢 是非常聪明的啊 刚才讲这些都是作为瑞幸咖啡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背景啊 为什么会有瑞幸咖啡这么奇葩 我们知道中国人不怎么喝咖啡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一线城市都有个新巴克 新巴克是连锁咖啡店啊 做的非常成功 哎 中国人嘛 没有创造力啊 或者创造力啊 比不上老外 但是中国人的模仿能力 我们像华人也好 亚 扩大点就亚洲 不论是日本人 韩国人 还是我们天朝人 一共同特点啊 模仿能力非常强啊 模仿 模仿不一定是造假 但是模仿包含了造假啊 今天我就克隆一个新巴克吧 而且我这人都不是开店的 我这人是做最牛逼的职业啊 精灵啊 叫投行啊 我这公司我先不考虑卖咖啡 我先考虑这公司做成了 我在纳斯达克上市 一股要多少钱 哎 一股假设一百美金吧 我们现在一人投一美金 我们把这公司上市之后 给他做到一百美金 能不能 中国人是有这个智慧的啊 你想这都是最高智商的人 玩这个游戏 怎么玩法呢 他们先按照这个 纳斯达克的上市要求啊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财富条件 虽然不需要你有盈利 但你需要连续的流水啊 你不能连这公司的销售都没有啊 你得有进的钱 出的钱 又流水啊 流水 流水这个概念也是在创业板上市比较讲究的 因为他不要求你盈利记录吧 我们知道那个 京东也是连续五六年都是巨额亏损啊 但挺过去之后也是巨额盈利的啊 所有的创业板的公司不要求流水啊 这是为了鼓励这些高科技创业企业啊 你先把业务做起来啊 你就可以上市了 那么那好就留下了一个钻空子的机会不是吗 啊你要炮制一家上市公司呢 需要多方面配合的啊 最主要是就第三方的配合 什么第三方呢 律师事务所啊 审计事务所啊 然后就是保健人 我们中国现在讲保健人制度啊 你要上市啊 详细的招股说明书还不行 对一个保健人保健人呢 是在监管机构叫证监会要持牌的啊 你有保健资格 就是保健人呢 他具备充分的财务法律各方面的知识 他能给你背书证明你这个企业是非常好的啊 你符合这个要求的可以上市的 你想想在华尔街现在干这些活的人不就是中国最聪明的那批人吗 上都是世界排行前五位的大学 什么耶路啊 哈佛啊 马省啊 在华尔街都工作了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 马云只有那么一个人叫蔡崇信啊 得了这么一个人就把他升天了啊 马云如果没有这个蔡崇信 当时离开他的这个华尔街的职位帮助马云去融资啊 马云确实连钱都融不到啊 那是一个圈子 圈子啊 这二十年都是有最聪明最聪明的中国人啊 要骂有骂的 要知识有知识啊 要学问有学问 要经验有监验 怎么层层闪光啊 除了除了良知啊 我们不能说这些人骗了外国人就没有就说他有良知 不是的啊 他把这个游戏规则玩的是出神入化 在十八个月内啊 就让这公司就是在美国挂牌桥中上市了 上市之后啊 就说这个世界就是叫什么 一物降一物啊 瑞幸一上市也是创造了金融神话啊 那早期的投资他的人也就在十八个月就变现了嘛 啊 你股票一公开交易了 意味着你的原始股东就可以卖了 当然现在也有些附加规则 比方说六个月之内你不能卖啊 一年之内不能卖 叫禁售期 就说人不能太豪狠啊 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几千三尺有神明啊 万物都有他自己的天敌和克星 也就是这些最确实也是很聪明人炮制了这么一个叫瑞幸咖啡的 瑞幸咖啡其实在北上广啊 有很多的连锁店啊 生意表面上看起来挺红火的啊 他上市了 上市了就遇到了他的克星 这家克星呢叫浑水公司啊 前几两天跟他讲过就浑水公司 他的名字叫浑水 就是中国人的成语 浑水摸鱼啊 头两个字浑水啊 这公司也比较奇葩 他老板是个美国人 但是长期在中国生活 瑞幸啊 不是他干的第一票了 他在之前干了十几票 一票比一票干的精彩啊 他干的啥 他这个他这种行业啊 在这个行业内 他的角色就叫狙击手啊 我们讲过大空头啊 通过这市场做空 获得大力的 除了大庄家 我觉得也是索罗斯 还大机构 比方说08年那个 就有个电影 就有个电影叫大空头啊 那么还有这种独行侠式的啊 当然他也是有自己的班底啊 有自己的公司 主要是个人啊 最后让人感觉好像是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 他是一枪一准啊 当然他干的很专业 他就看你的财务报表 他都是发现你财务报表 涉嫌作假 就说你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都是多重审计的 还有那审计施工 那都是世界投盘的 这个事务所 那个事务所 把你的账子查了N遍的啊 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是 在利益面前啊 也就是说 你不排除这些事务所 跟他的公司 跟他保健人 甚至啊 我们美国 我们不知道 不瞎说 在中国发生过啊 就证监会的官员 保健会 证监会的主管上市的官员 跟那个保健人 就劝这些事务所 跟上市公司 大家合起来 造假 那你一般老百姓 怎么识得破呀 对不对 那这件事 现在在美国发生了啊 发生之后 又被这位美国青年 叫浑水公司的 这个老板啊 把他识破了啊 识破了 他以前干过 很多这种漂亮的事 最前一个叫 叫什么光明 什么什么 灰山乳叶啊 灰山乳叶 好像是东北大连的 一个上市公司 几千万啊 让他发现也是造假 他不是说是去打假的啊 他也是个生意人啊 他不是说像什么王海呀 方舟子啊 就说你造假了啊 要求你赔笔钱 道个歉之类的 没那么简单啊 你要知道这个玩金融的人 那道行生的人 可以玩到什么程度啊 他发现你的公司啊 涉嫌作假 而且有确凿的证据 你看他在这个瑞幸咖啡啊 他自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收集的那个收据啊 发票都一万多张啊 都实锤的证据 到每个店 去点杯咖啡啊 把你全国可能所有的分店 都去喝杯咖啡 考察你的营业状况 看你的销售额 有没有你 在那个财报上公布的那么大 啊 全部是实锤的证据 掌握证据之后 然后在对照你 才发现你一个大窟窿之后啊 比方说你现在股价是80多块也好 100块也好 他就会做一个动作 就叫做空啊 做空的就是先卖 那卖 怎么卖 他手里没有股票怎么卖 啊 这个太正常了 在证券市场有个动作 叫融券嘛 也就是我跟券上 我借你的股票啊 甚至就是杠杆做空 就是我本来可以借一百万 因为借是也要有押金的嘛 我实被刚刚借一千万啊 我把这个布局布好之后 然后我在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 把我这个考察报告跟你一部 集中发布啊 集中发布 因为都是实锤的证据啊 对不对 稍微懂点财务知识的一看 我靠都认可了啊 更何况这个美国小伙子不是 这不是他第一票了 好像第二十多票了啊 每票都是准的啊 他的公信力 就这人不胡来 我说你造假就是造假 他不是不是像那些黑plus的那些傻逼 搞一些假的东西来自欺欺人啊 不是的 这个美国小伙子很争气啊 他都实锤政治 结果故事的结局 昨天晚上发生 这个瑞幸咖啡一个晚上 跌了85%啊 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实锤啊 就是一个月之前就公布了啊 二月份啊 快两个月了 当时呢 这个瑞幸的老板就是否认啊 说你这个报告不符合事实 最后他扛不住了 扛不住 现在他自己承认了啊 这是他有22亿的销售额就涉嫌造假 卧槽 那这个市场上就炸锅了啊 手里有瑞幸股票的人 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卖啊 赶紧跑路啊 你不卖了 现在99块钱 你下个动作卖的时候 可能9块钱都卖不到 最后的9毛都卖不掉啊 就割韭菜了啊 可以说瑞幸的这个公司啊 就在割了美国投资人的韭菜 但是最后又被这个美国老啊 这个浑水公司又把它狠狠地割了一刀 陪伴着发生了还有一个原油啊 原油呢在连续暴跌之后 昨天一天居然涨了40% 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来 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金融市场是非常非常扯淡的地方 这呢 扯不好都是要付代价的啊 都是要买单的啊 你想在美国被认为是最成熟的 最高端的金融市场 都能出现一个假公司 而且出现那么长时间啊 日行上市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一直到这个浑水啊 就要浑水这个小伙子 把它点出来了 大家才恍然大悟 啊 我们都被骗了 然后接着就是砸盘啊 割韭菜啊 你可见这个传统市场 你比B圈又高上哪里去了呢 一点都没有 对不对 他们的监管是多么严密啊 啊 而且是在美国这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最高端的圈层啊 能玩上市的啊 那都是高级资本家了 高智商 高学历 高工种啊 精灵人士 欺骗大众啊 但是呢 汤朗普尘黄雀在后 他的克星也出现了 讲这个 还是要总结我的结论 传统金融 也是非常扯淡的啊 我们曾经以为他是多么牛逼的监管啊 多么 智商高的人啊 多么高大上的事业 顶不过浑水 人家 那么一个冷冷的一枪啊 就把他瞬间就灰灰烟灭了 扯淡在哪里 就是他已经摧毁了 就他没有办法建立一套可靠的信任啊 用我们区块链的语言就说 没有区块链 他们 就是在不断的你骗我我骗你啊 就是一个充满了欺诈的市场啊 所谓的金融市场 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啊 那才是真正的庞氏骗局 瑞幸这种公司是个骗局 不用说 那美元 那就是最大的一个庞氏吗 啊 这也不用解释了 是不是 那个美联储都可以无限度的 发现美元去收购他的资产啊 但是他玩的好啊 我们叫庞氏骗局 表面上就是几股传花啊 但是美元他玩的高明 他传他的花 但是最后去接盘侠 是世界各个国家 大家受不了了啊 不能天天被这大哥欺负啊 在想着办法就是搞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啊 你之所以有央行数字货币这个思路是完全受到比特币的启发 你不能数点忘足 哎呀 把你们这币名啊 把交易所全关了 我要发自己的币啊 这人 哎呀 我们不能说啊 是中国人 不骂中国人 大家自己骂啊 分不时去骂 我不其中骂 因为这个传统的金融啊 他的货币是中心化的啊 他整个金融体系是中心化的 也可以说整个社会是中心化的啊 他就尤其是在某些地方 他是更加的中心化啊 所以这官员就非常的可以说些很豪狠的话啊 想抓谁就抓谁 想关谁就关谁啊 法律也是叫万能之法 我们讲有 有个中心的词叫口袋罪啊 什么叫口袋罪 举个例子啊 我们 比方说有一个 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面有四个字叫寻衅姿势啊 寻衅姿势可以适用于一切场合 比方说那些维权的傻逼啊 他们曾经号召很多人啊 N个人去集中给YC打电话 或者集中到YC去 你这个就属于寻衅姿势 不是吗 再举个例子 CX啊 几乎是用于80%以上带推广的任何的项目啊 你只要表面上形式上具备这种人传人的就给你设想CX啊 那这个CX啊 你从法律上讲他伤害了谁呢 我们讲啊 像这个云南会 他没有受害人 为什么要把他判成CX啊 说他没有受害人 不该判成CX的是一些法律专家啊 有政法大学的某教授啊 但是 作为执法的一方啊 他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秘密 我们讲这个 所有的法律是调节利益关系的一个游戏规则啊 不是说你这个某某项目啊 没有受害人 你参与的没有受害人 他就不抓你了 你看一下我们经典的行使诉讼法241条 关于CX的定义最末的几个字啊 谋取不法利益 为叫什么扰乱金融秩序 对吧 你落脚点在这几个字 第一你谋取了不法利益 第二你扰乱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是谁的秩序 谁说你扰乱了才算呢 你伤害的是谁的啊 但是这个有没有没法跟你明确的 最后 你如果是涉嫌扰乱金融秩序 那就像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国家刑法中还有一条罪名叫投机倒把罪 当时我记得温州的温州是我们 你要现在一讲改革开放几十年 总要举温州的例子 但是温州最早负起了一批人 当时号称八大罗汉什么的 最早负的那八个万元户 每个人都是被涉嫌这个投机倒把都进去过的啊 有的做了几年老的啊 最终就是看你对国家啊 是有利还是有害 如果有利 你就你就没事了 知道吧 有的刑事犯罪 特别是经济犯罪 你伤害的不是你的客户 不是市场 而是真正的危害了这个 经济秩序 而这个秩序又是要与时俱进的 对不对 你要很多事情搁在70年代 搁在70年代 我们整个群的人全都进去啊 你都属于投机倒把分子 与时俱进的概念啊 那么我们最后 为什么说 帕拉索肯一定会开网呢 啊 那边是案子的办事那样了 全国协查啊 协查我们昨天讲啊 昨天忘了强调一点 就昨天说的这位 已经被家属接到这个叫 刑事拘留通知书的这位创世 跟别的创世不一样 跟以前那些喝茶交罚款出来的 不一样在哪呢 这个人没有提现 啊 提现过大的 OK你进来啊 让你交钱给你一个 告诉你 你这叫取报后生 取报后生啥意思啊 取报后生是强制措施的一种 它不限制女生自由 但你必须在一定范围之内 比方说 你是杭州人 你不许出杭州啊 你是严重 你不许出严重 你上海的不许出上海 你要保证随教随到啊 大家 就是说你的一笔钱 放在公安这里啊 你这一年之内保证随教随到 是这样的 你现在的身份是嫌疑人啊 嫌疑人不说你就是罪犯了 但你也不是平民了 你涉嫌啊 那么 昨天讲的这位也是这个情况 但他没有极限 没有极限 没有极限就给你叫 刑拘啊 你也有那种 也没有提线啊 也没有让你交钱再取保护的 但是也跟你打招呼 你现在是取保护身状态啊 没有要求你交保证金 但是跟你打招呼 你这段时间不许离开这个地狱啊 我们警察叔叔打电话 你要随叫随到 这都是协查的一部分 这样你为什么还敢说他要会开网呢 我告诉你啊 就是因为 PLUS TOKES对国家有用啊 对国家有用 具体有用在哪呢啊 我不跟你说 跟你讲一个参考故事啊 参考故事啊 第一个参考就是个天秤币 天秤币呢 现在怎么样了 是吧 又快 从他的白皮书到现在过了一年了啊 过了一年了 天秤币 在一九年九月份的时候 十月份的 你看在美国那个国会啊 面对那些国会啊 就是国会议员啊 国会是美国的立法 其国就像中国的人大政协一样 但是美国的 他的议员是专职的啊 是专职的 也就是说天秤币遇到了重重的阻挠啊 就是难产 因为他天秤币设计的是一个币嘛 他要在自己的27亿用户之上发现一个币 但是这个币呢 又是有资产背书的 他背书是50%是美元 现在20%是欧元 占百分之十几是英镑 然后是日元 而且把人民域排出在外的 他是发现了这个有资产背书的 跨主权的稳定的那么一个货币 而且私人发展啊 就私人机构啊 我们讲这个私人机构 这四个字 对应于国营企业 或者国家机关来讲 他叫私人机构 美国的大部分公司都属于私人机构 中国什么淘宝支付宝 微信都属于私人机构啊 不要一想到私人机构就觉得是plus 不是的 不一定是啊 后来因为遇到阻力非常大啊 而他直接触动 就是Facebook白皮书一出啊 可以说石破天惊 不光是美国人在阻挠他啊 其实他客观上 对美国是有利的啊 这些伙子也是爱国无门啊 报国无门 他触动了各国央行的货币发行权 知道了吗 所以各国央行都加紧要研发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 那美国那边就不让他发啊 不让他发 他自己那个天成币协会啊 也有几些强 一些很牛逼的会员啊 就退出了 后来小扎好像提出了个折中的方案 就是我不发币了 我不发币了 我搞一个支付系统啊 我支付系统 我让你们各国的 我支持你世界各国的央行的数字货币 在我这个支付系统上流通啊 我不发我自己的币了 那好 感觉到没有啊 小扎的这个折中方案 不就是plus token吗 也就是他自己要搞一个跟plus token一样的东西要出来 也就是说他要搞这个东西啊 对各国都需要 而且又不过分伤害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对各国央行是有用的 有需求的 而这个东西跟plus token是如此是像 对不对 可以说是Facebook版的plus token 这个结论大家应该没有意义 所以我这里讲plus token对国家有用啊 只能从这个方面跟你讲 因为他有用 所以他遭受了种种磨难啊 但是他最终啊会出来的啊 他承担了使命的 我们讲真用也好 借穿出海也好啊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用真用或借穿出海应该是比较符合plus token的真实情况啊 你要说是被什么收购 被收编呀 可能不是的啊 他是个国际的一个支付系统啊 如果被某一国完全全国控制啊 可能不是他的初衷 也最后也实现不了他的最后的利益诉求啊 因为你要走人民币国际化 你搞一个自己完全控制的那根美元 美元之所以让人讨厌 让人想逃离不就是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的割别的韭菜吗 那大家经历了这么几十年啊 再弄一个出来防止第二个美元吗 啊 你会让别人戒备的啊 那么目前呢 啊关于我们央行手组货币的进展啊 最新的进展也就只能从支付宝呢 四五个专利里面推测啊 其他的呢 已经似乎进入一个高度的保密状态啊 公开上还见不到片眼之语啊 这个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传统金融市场这个动作是非常正常的啊 任何一个公司在上市之前啊 六个月就进入静默期啊 就是静延期啊 跟他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不能讲跟他有关的任何事情啊 这是为了 不是为了保护他 为保护整个投资者吗 因为在中国中国引入这个静默期的要求也就是才几年啊 在九十年代啊 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有什么恶果呢 比方说 有的参与其中 比方说我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啊 我知道我公司要上市了 那我首先偷偷摸摸让我请起朋友啊 其他国八大一都买好啊 自己也买好呀 然后到网上发表言论 这公司要上市了 哎 现在这些都属于犯罪行为啊 因为他叫内幕交易 你对市场不公平 你知道了 你就照顾你亲朋好友了 这是公众公司啊 大家都有份的 对不对 你不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伤害大众 这是市场的基本原则 叫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所以一个静默期的概念啊 这个消息 大家就安静的等待啊 不要去像那种 叫什么 小磕头找妈妈啊 不要瞎找 不要瞎找啊 他说肯一定会好啊 只是需要大家继续的忍受煎熬 大家放心的等待 安心的等待 今天就跟大家啊 聊到这里 还是祝大家心情愉快啊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